一出局之後 接下來輪到打擊的是 第六棒的陳金鋒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剛剛那個守備 事實上是蠻正確的 當然這個一雷手 你要後退接這個球 你是正面往後退的 那你在看球的時候 會比較難看一點 接著球出手 打到的是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再一次 瘋炮炸裂 敲出了兩分打點的拳雷打 這個半局的第二支 今天LAMIGO打線第三支的拳雷打 這支拳雷打也是陳金鋒 今天球技個人的第四支的拳雷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這個半局已經攻下了三分了 5比1 現在LAMIGO取得四分的領先 這個陳金鋒終於爆發出來了 悶了好幾場之後 這個把這個球給 帶到右外野 形成一個拳雷打 那我們也一直知道說 陳金鋒他的表 這個長打的表現 一直都是在 很優秀的 那 由於前一陣子的一個休息 讓他自己這個在擊球的節奏 跟這個 timing上有點 有點落差了 那我想今天 擊出這個拳雷打之後 而且是一個反方向的拳雷 我覺得他慢慢慢慢 會找回他之前的那一個感覺出來 再來看一次 跑到 中間去 然後看到這個球 對 對一個 這個 好